奶粉很燥熱 現在的時代小孩子有很多濕塵的粒粒 整個麵塗熱 我當時湊那麼多酸果 都是朝著堅持煮粥水 去沖奶給她喝 Hello 大家好 我是Mae 這是我媽媽 Annie Mo 今天我們有一個減糖飯煲 不是想說減糖飯煲的飯有多好 為什麼我覺得抽櫃式那麼好 因為抽櫃式這個抽櫃式會裝著什麼呢 裝著米水 米水裡面有支鏈澱粉 很肥的 但原來這些米水很珍貴 跟媽媽來聊一聊 原來這個米水不要浪費 可以有什麼用途 是嬰兒沖奶 嬰兒沖奶 對 她不說話我都不記得 我小時候 不是我小時候 我的小孩子小時候 沖了奶 媽媽都跟我說 要加米水進去 粥水 用粥水給他們 為什麼 因為不夠滑嗎 不是那些奶粉是醋熱 加粥水中和了 沒那麼熱 所以淋上米水 喝完之後沒有那麼多濕水 粥水就是這些 因為米水不是洗米的水 你不可以讓嬰兒喝 粥水是怎樣做的 你平時 熬粥 特地用來熬粥水 不沖奶 有營養一點 去濕疹 但其實現在的奶粉很有營養 奶粉很燥熱 所以為什麼現在的時代小孩子 很多濕疹都粒粒 快不吃 五個月 湊熱 我當時湊那麼多的酸果 都是朝朝堅持煮粥水 去沖奶給他喝 對 粥水和水是很大分別的 對 你有沒有看到 粥水一定是 很有澱粉 米 很有米味 很有粥味 對 這些粥水就是營養的精華 所以不要浪費 我們雖然成人不吃它 但如果用來沖奶 開奶 奶粉很燥熱 很燥熱 我曾經看過 中醫都說它會 會寒一點 怎樣 涼的 對 令到嬰兒沒有那麼燥熱 嬰兒的皮膚也好一點 那是否有粥水多 所以我的皮膚這樣滑 對 除了嬰兒做粥水去飲 其實美容也很有用 美容有聽過 但我以前也誤會了 我以為洗米水 其實不是的 是煲熟的粥水來洗面 而且洗完米也要煲 煲才可以 對 為何抽到櫃式 我會這麼買 因為很方便 煲完煲飯 煲飯就拿來吃 但下面已經不需要 拿起膽 拿到下面的水 拿出來 一抽出來 就已經可以用了 你喜歡怎樣用 用來淋花也可以 用來做粥水 放一點蔥奶也可以 淋花是可以 淋到的 不是淋死的花 對 沒錯 水本來也沒有淋死 淋花 淋花是不是 淋到水 放在泥土裡 對 所以這個方便之處 第一 分隔米和滋鏈澱粉水 第二 這碗水真的很珍貴 拿來還有很多用途 如果大家還有什麼建議用途 或者知道米水有什麼寶貝 你留言給我們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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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來我們還有很多新的東西 介紹 記得follow我們 subscribe我們的channel 還有按個鐘仔 拜拜